好 那歡迎大家來到今天哲學進去 然後我們接下來會先由導演許世凱來為我們做第一位 來 拍一句講說這部片他拍攝的過程怎麼樣 然後第二位我們會邀請到這部片的攝影楊娟儒 然後第三位會邀請到 剛剛在影片中也看得到現在是公鬥成員的如錫鴻 然後第四位我們會邀請到就是高教工會的秘書長陳正亮 今天也在世新大革教書的老師來為我們講 那我們就掌聲拍手歡迎他們 大家好 我叫許醫凱 然後我今天是說二位是學生 跟他現在很多人一樣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一定會有很多人好奇說 為什麼剛才郭台銘還有像什麼英國風 他不要那個要一張白色的臉去畫什麼 因為我取的那個音檔不是沒有他們的照片 然後我又讀不到他們 我就怕說我直接google照片給他們告 然後我怕可以告 所以我就用自己用Poloshop 然後黏著他們的那個毛啊頭髮啊 然後用的一遍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剛剛很多朋友提到說 你們想要記得說可能一粒一修 或者說七天假啊 還有像是為什麼會有十月跟國語家 這些東西的以外 還有他法案的一些依據一些歷史的脈絡 那這部片他其實裡面沒有調整的東西 就有點抱歉 因為可能時間限制啊 你剪接的時間可能其實有一兩個月 還有像他床渡限制可能有三十分鐘四十分鐘左右 所以我在這部片也沒有把那部分 背景的部分很取得到很多 大家很想要去詳細了解的東西 那這部分等一下可以盡情的問旁邊這樣的帥哥 然後第三點的話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他目前還在進行 就是我們在兩個月前 兩個月 七月 那七月的時候立法院臨時會才 在一個很莫名其妙的狀態上 把這個案子暫時的擋下來 可是我們下個下禮拜 9月13號立法院要再開業 那這個明義立修搭配肯國家的這條法條 他在什麼時候會排進他的院會 或者他的委員會去在我已經衝撞一次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這部片的內容 我是把它我們說在去年9月 就是高雅王會開始的那個起點 然後到今年6月多 就是一戰截稿之前發生的事情 所以後續像是 龔鬥成他在地板外面絕食 還有像是他們上禮拜 就是在上禮拜五在華山播影片的當天下午 他們才就是真的去抽寫 然後寫了一封寫書送給蔡英文 所以當天這個行動會因為 實踐是沒有辦法放進去 那這些東西之後會公佈在 公益行動裡面記錄資料會往這上面 那可能程度會到四五十個部分的盤 然後又會把一些可能 現在這個版本我們是講的很詳細的 一些法條上面 數字上面的東西 再重新用的 讀表或者一些更淺淺意的方式 讓大家去 那希望大家就是看完之後 有些意見等一下可以進行的編分 那如果想要更詳細一點的話 就問他們 要不然就是可以去搜尋 公益行動營紀錄資料會往後 再或者像是交給你事件 或之類 先聊非組合的媒體 可以去了解出 那到底這個案子裡面 有哪些爭議的地方 那值得我們去聊 那接下來我就談公庫這件事 公庫好了 那我隸屬的單位是公益行動營紀的資料會 我們是一群非營利的媒體 然後它的發行人就在後面 後面有一個 誒?叫著誒? 很大搞什麼 就有一個 就是穿著黑色頂尖POLO攤 然後 對 然後看起來又很像那個愛衛衛的 然後是我們的副長 他就是公庫的副長 管中翔老師 他在中正大學教純波 然後旁邊這位捐讀 他就是公庫的正職的記者 然後後面還有兩位特約 跟一位正職的記者 他們也都要來刑罰 好 那我的工作其實是特約 就是 今天他有派我去跑行為 那今天有個案子 要來剪記錄片 就去剪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剪記錄片之前 我完全沒有 我活了24年 我實在沒有想到 有一天我會出來要剪記錄片 然後在這個地方剪 然後我在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大概是 五月吧 五月的時候 然後我大概五月底 六月期間也開始剪 所以其實他們只花了大概一個半月 在做的事情 其實他裡面提到各式各樣的記者會 不管是靜態的記者會 或者是動態 像剛才就如其中很帥的去撞頂牌 就是那些舞蹈的部分 這些東西都是我去年一整年 就是工庫 團隊大家一直去拍起來 每集的大概有 就是一兩千個小時的素材 那我在一個半月之間 我也是把這些素材 全部在 就是重要的再看一遍 然後看完之後 我想說我要怎麼串接起來 然後就再去找 像剛剛看到 三位年輕人 然後像如其 我們另外一位 因為你有來到現場的磨籤 就會找到訪談 然後試的把這部片的賣入 跟它的架構 整個比較清楚一點 那你們也有 找到那個勞工名長的小策嗎 就是裡面有一篇 是那個電極公衛的 林明哲大哥 他寫了一篇一篇 就是我覺得他寫得很難 就是他寫到一些 其實我在寫的時候 根本沒有想到 那麼多的一些事情 例如說他提到了 這部片有兩個組織 第一個就是 三位年輕勞工者 他們在談自己工作的實態 他們遇到了什麼樣子的 勞動的困境 那他們又希望自己 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那第二個就是 像剛剛 只要高校公會 或工作 他們怎麼樣去跟政府 去把這個議題 創造成一個 就把它衝撞 或去論述 去讓它成為一個 社會集體關注的事件 然後我想剩下一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那我們身為一般勞動者 就是 我是勞動者 大家也都是勞動者 那我們怎麼樣去 看待政府自立法案的過程 然後我們怎麼樣去看待 就是勞工團體 NGO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團體 他們怎麼樣去 倡議 怎麼樣去 在這個社會上面進行運動 那第二個就是 那運動者本身 他怎麼樣去面對政府的 提出來的各式各樣的說法 例如說 像一粒一休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一個 政府 他故意把 砍七天假天的事情 變成很複雜 他用各式各樣的名義 像一粒一休 然後2.3 2.6的加班 可以用很多的配套 去讓你覺得說 喔 砍七天假的事情 好像是 沒問題 好像是可以被接受的 甚至是他故意講很多東西 大家也有聽不懂 因為像什麼 怎麼計算法 怎麼樣計算自己的工時跟行程 這些東西 或者是這幾個月之內 我才學會這件事情 所以 那勞團 他們怎麼樣去面對政府 不斷地去磨文無藏 然後不斷地去擋住大家的質疑 那第二個是 那 就是 大家 勞動團體們面對 可能一般勞動者之間的五感 他們怎麼樣去面對它 像剛才 柏先生有提到說 他 看到我去訪問這些人 他才知道原來 有這麼多人 他們是拿不到 就是 國際家庭的兩倍薪資的 那第二個就是 他最後在憑委 吳先生跟柏先生都有提到說 那我們怎麼樣 身為一個 一般人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了解 但是我們要去進入那個 抗爭的領域 所以 我們可能不一定真的要去撞 可能我們只是發個動態 或者是轉貼一下 大家發的聲明 或者轉貼一些寫的 比較詳細的新聞 其實 這種最底線的東西 都是我們 就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是有沒有那個心 有沒有那個力氣力 想要去 試著改變什麼而已 然後在外面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雖然我們看到的現實 跟理想這樣的東西 之間的距離 可能很遠 每到時候那些老闆講 郭台銘說什麼 我的小孩如果這樣的話 他不會有出息 又或者說 那個老闆他直接講明了 今天你 大家如果繼續放這七天假 他們的薪資就會大猛 然後他們企業負擔的成本就會變多 甚至勞動部長 他心智在立法院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會這樣子修法 就只是為了跟資方妥協 就是當大家看到現實跟理想中心 有這麼多的鴻溝的時候 讓大家怎麼樣去面對 這些這麼多拉里拉大的事情 就這部片我沒有想要去提出一個 特別明確 特別特別熱情的答案 我只是想讓大家看了之後覺得說 可以講到後來嗎 那就是沒有錄影 就拉他看了之後想說 為什麼我活得這麼的辛苦 可是我看到的不然是現實的情況 或什麼紀錄面裡面看到的東西 卻又是這麼的無力 那就有這個無力可以讓大家去認識說 我們到底處在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到底可以就什麼樣子的方式去 去可能試個改變 或試個更認識他一下也好 不然有什麼方式就是 想辦法去了解我們身處在怎麼樣的環境 我覺得光是做到這一點 就已經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當然就不可能這樣子 好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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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呃 其實補充一下 因為許導的話 其實解釋這部片比較重要 那我們就只是他的 背後的支撐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是一個非逆的媒體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那他剛剛講到說在24年之前沒有想過說會剪一部長片 那這個機會其實我們也很感謝 就公庫這邊我們簡稱公庫 公庫也很感謝就是勞工影展這邊就是給我們一個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公庫的記者有機會去剪一個這樣的長片跟大家見面 或許可能是他自己的增加他自己的經驗歷練 然後其實也增加公庫跟大家見面的一個機會 或是曝光的一個機會 然後他剛剛有提到說這部片其實在很短時間剪出來 就是其實在這個過往的一兩年 我們已經在累積這個有關談期天假 或是甚至更多其他老公相關議題的一個 日常新聞的影像的累積 那公庫就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我今天是攝影之一楊玄如 這攝影之一的許時凱 跟後面也有兩位攝影之一的呂彥慈、何雨萱跟張新華 你會看到這麼多人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公庫的記者 然後我們在過往的兩年間 就已經在陸續進入這些日常的新聞 公鬥的新聞 或是高叫他們去爭取這個 砍青天假的這些新聞 那公庫在其實也就不止這兩年 其實我們已經成立了就是 明年到第十年了 在這當中我們已經進入了數千者的 歲月新聞 就不管是勞工還有其他議題 那就砍青天假 我們就想說每一場我們都記錄下來 那我們每一次寫新聞寫稿 然後我們就發布在臉書上 讓大家再一再提醒大家說 這個砍青天假的行動沒有結束 那勞工團體還是在持續用他們的方式 在告訴大家 甚至就是剛剛講到上演發 用寫書的方式要提醒總統蔡英文 就是這些勞工在賣血汗勞工這樣 那所以也就是由我們過往這些記者的累積之後 我們的影像包括施凱去拍一些無償的這些影像 那我們是無力把它剪成一個長片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尼媒體 我們靠小的募款 那我們每天的新聞都剪不完了 更不用說要我們去常常去做一個專題 或產出一個專題 那可是我們覺得沒關係 我們就是覺得這幾年的影像累積起來 就是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看 你可以回顧過往一年 喊七天假到底就是發生了什麼行動 然後那個論述是什麼累積下來 就是亂七八 然後可能剛開始只是政府用了A策略 後來又改成B策略 最後又用別的策略等等 你就會看到整個的演進歷史變化 就是非常的複雜 所以就把我們勞工搞得這麼類的主因 那豐富就是一一把它進入下來 那最後因為勞工營展在這次2016舉辦的這個營展 那他就余軒就是主辦人就問公庫這邊 他說知道我們拍攝很多聲明下 可是有沒有想要說把一個 跟青年勞動有關的議題 剪成一個影片 那當下我其實是有點糾結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每個記者都這麼忙的拿 抽得出時間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政治記者還是 像我自己當時考慮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可能就覺得說我還是要顧到每天的日常新聞 那就是這位特約記者的取緝卡 我就覺得說他還蠻適合的 然後有足夠時間 那我們也會去找經費 不會說這個剪這一則影片是沒有經費 讓他這個月沒辦事等等 我們就是趕快找經費 然後算數不多 然後讓他再近兩個月的時間去完成 那所以會看到我們過往很多拍攝影像 但是不只這些 中間這三位青年是他認為說 我不只要整理剪輯公庫的影像而已 他還要再補充更清楚的 邁國或是現在的狀況 就是年輕人的狀況 所以他之後還要再去找了年輕人來訪問 大家看到兩條線是有點非常 應該說平行或疏離的感覺嗎 就是這運動很激烈 可是這些年輕人其實是每天過著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們也是每天的就是去拍的這些尋常的 攝影影像 但是最後因為老公已在 有這個機會問我們能不能剪 那我問了他 那他也在考慮之下 就說好他試試看 所以才剪成這樣影片 那剪的過程 我覺得蠻痛苦的 或是找了這些資料過程是蠻痛苦的 那老實說就公庫 其他記者沒有給太多的一些 就歐了可能開會的時候討論 可是大部分就是他自己獨立完成 所以他就是掛導演這樣 就是名不其實這樣 那我們就是他的那個後備就對了 那所以說公布很高興有勞工演展這個機會 然後有許醫凱這樣幫我們完成 就是大家一起完成這個影片這樣子 大概也先幸福送到這邊 謝謝 好 然後手做的行動 然後給後的論述 好讓我們來請問一下 好 好 那個 我可以講多久了 還是 我簡單講 要不然 那個 先因為大家可能對於一粒一修和企業家 都不是太了解 因為太複雜了 真的太複雜了 就是我們有時候也要講到 那我現在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 好 好 好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先不要管一粒一修 好一粒一修 這個我們先放後面 七天假 大家知道七天假哪七天嗎 來 看大家可以送我出來 來元旦子嗎 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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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十月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吧 然後還有 光復節是 十月二十五 然後還有 明天天日十二十五 噢就是弄三嘛 十一月十二 好 好 先講回七天假 那七天假到底大家有放假 有嗎 有嗎 沒有 有還是沒有 紀念不放假 紀念不放假嗎 之前 那這樣有什麼好真的 那就是 早就被砍掉了 那現在有什麼好真的 現在我在講是 反對砍紀念假 不是說那個 我多要 要多紀念假 我是反對砍掉 我紀錄紀念假 但是紀念大家有在放假嗎 有嗎 沒有嗎 加班 加班 好好 簡單講一下 一般大家都會講說 我沒有放假 很多的 公共放這裡 高度公共放這裡 大家會講 我根本紀念假就沒有 這個其實必須要這樣講 紀念假確實存在 那他到底去哪裡 他之前躲到禮拜六去 大家懂我現在講什麼 絕對聽不懂 真的聽得懂 真的這樣聽懂 那就不用解釋了 講完了 原來這紀念假 原來這紀念假 在公務人員 把紀念假 砍掉之後 那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 一般勞工 你說 叫他六日去上班 但問題是說公家公園 全部都沒開 那問題是 勞工沒有週休惠日 在之前 在今年以前 台灣勞工是沒有週休惠日 OK 那沒有週休惠日 但是大家都想 沒有啊 我有利用日子有放假啊 喔 那是怎麼樣的 因為是我們原來的公時叫做雙週八四公時 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嗎 雙週八四公時 那你如果一個禮拜工作八小時 一個禮拜工作五天 請問 你兩個禮拜剩多少小時出來 四個小時出來 四個小時出來 那所以就是 那你要把禮拜六 再去多上四個小時禮拜 也就是所謂的隔週休惠日 隔週休惠日 好禮拜六 有一個禮拜 有一個禮拜 但事實上大家都普遍來講 是禮拜六有一個人上班 那怎麼搞的 過去就是拿這個七天假移轉過來 所以七天假存在 但是他被挪移到了 過去 在勞工沒有普遍週休惡日的時候 他被挪移到禮拜六 讓我們看起來可以週休惡日 一般來講勞工是這個樣子 一般服業勞工 大家就有所謂的週休惡日的這種概念 但是輪班制勞工 他就也沒有所謂的週休惡日 他就是輪班制 那七天假 他有可能去上班 但他上班就是要補工資 就是要加一天的工資 不管你今天工作幾個小時 那簡單講 所以七天假存在 那現在呢 什麼叫做坎 叫七天假 是因為政府說 我現在讓你週休惡日 我現在說一點工時 我現在叫做單週四十公時 那我現在不管這個四十公時 是不是真的週休惡日 假設真的是週休惡日 因為一天工作八小時 一個禮拜工作五天 那單週四十公時 就等於說是週休惡日 讓禮拜六天能夠 工作第六天第七天可以放假 那他就說 所以同步要配一套 砍掉七天假 那我就要請問大家 一來一回 工時有縮減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過去 我們是拿我們的七天假 挪移到禮拜六 去讓我們看起來 可以週休惡日 所以縮減工時的 對一般來講 他們很常講嘛 大概有五十幾% 六十幾%的人 只要去週休惡日 就是拿七天假來做的 縮減工時讓大家能夠 四十公時 週休惡日的唯一效果 就是七天假 可以獨立休惡 大家懂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他為什麼要把七天假砍掉 為什麼資方不斷來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們還要額外放七天 這個不公不義啊 什麼東西的 奇怪我們一直覺得 那對一概念是 七天假我本來就有了 那對他們來講 為什麼一直要講額外放 原因就是因為 他就是想要一來一回 全部都沒效果 所以他其實我們現在正在爭執的 就是 是否要縮減工時 大家大家 這樣懂我在講 所以扣到剛剛陳柏仙講的 今天蔡英文第一件承諾 在他選舉的承諾就是要縮減工時 但他透過好像給你週休惡日 但同步砍掉七天假這件事情 基本上一來回 乾坤大為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縮減工時基本上不存在 但是大家搞不懂 欸我本來就沒有七天假啊 那為什麼要炒這個東西 誰九二八放假 還誰扎九二八不見的放假 但是那有一天的工時 或是我把那一天沒有放假 但是我挪移到禮拜六 讓我禮拜六放假 所以你只要談到七天假 說一點工時是沒有效果的 而且最可惡的是什麼 今天 請問大家 部分工時工作者 就是一般打工的人 他有沒有週休惡日的概念 沒有週休惡日的概念 你有做有錢 你一個禮拜一般不會做到五天以上 部分工時工作者就是自己打工 那他既然沒有週休惡日的概念 那請問過去七天假 對他們養平會有效果 過去七天假對他們是有效果的 我剛剛講過的怪怪 過去七天假是有效果的 為什麼 他九二八去上班 他三個月等去上班 因為當天是國定假日 就算給他兩倍薪資 但是現在政府說 因為週休惡日了 因為四十公尺了 所以我要同步的把七天假砍掉 請問 對話來講 他週休惡日有拿到嗎 沒有嘛 他根本都沒有週休惡日的概念 但是他七天假被砍掉 他可能一直受損 當時我們在一月四號 大家剛剛看影片 看到一個我們跟蔡英文對談 蔡英文講說什麼要配一套 來確保所有工人不會因為 實施週休惡日而存疑損害的前提下面 他才會把七天假砍掉 對不對 我們當時在這個承諾之前 我們就在訴求一件事情是 民進黨根本搞不清楚 現在台灣勞動市場裡面 各樣勞動型態長什麼樣子 他片面的覺得說 好像今天週休惡日了 今天四十公尺了 他弄了一個離地一休 他就可以讓全台灣勞工社會 會不會是怎樣 台灣越來越多是部分工事工作者 尤其以青年為主 你找不到正值工作 你只能打工 你只要打工的話 你七天假砍掉 你根本沒有所謂週休惡日 但是你七天假的加班費 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講 六百三十億 六百三十億 公時同時 因為活力戰略的概念 叫做休假日 這個很複雜 簡單講他是可以挪移 或是他可以轉換成加班費 一天假使你算一千塊錢 全台灣勞工 假使你算 簡單啦 九百萬勞工 一天一千塊 一年七天價叫做七千塊 七千塊乘以九百萬勞工 請問一年是多少錢 六百三十億 所以剛剛為什麼 陳雄文 上一屆勞動部長 就在講說幾億 本來資方要付在一千多億 後來這樣弄一弄 他們只需要再付到五百多億 那個中間六百億哪邊 六百億就所謂幾天假的效果 所以它既是一個公時問題 它可能是可以讓你休息的 你如果要上班的人 那你可以去上班 然後變成的薪資 也是同時工資問題 但是工資問題 反映在實質數字上來講 就是六百三十億 而這六百三十億 三十億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資方和我們要搶這六百三十億 要把這個 我們為資方所創造出來的 那個剩餘價值 要不要抓回來的問題 而現在政府的態度很簡單 是要跟資方妥協 所以要把你七天假股 一來一回 讓所有的助理公司的政策 完全沒有效果 這就是七天假股 到這邊大家理解 所以為什麼勞務團體 最重要的訴求就是七天假股 因為就算是兩立價 請問可以確保到部分公司工作的權益嗎 也無法確保部分公司工作的權益 所以七天假不能抗 而且沒有任何國家 是同時要說要縮減公司 但是同時再把價值砍掉 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只有台灣聽過這種事情 而且異正言之 然後跟你講說 你今天七天假休假是不公不義 不公不義的 講這種話的兩種 一種叫許勝雄 這種工種的理事長 另外一種叫曾偉珍 自由時報記者 最近他們是說 那個工樂團體是中文公安黨的外偶組織嗎 與其裡面寫書要來什麼 做做樣子 那個怎麼 演演戲還是什麼 還不如大家聚在一起製粉 其實老實講來 以前真的搞搞 逼著大家走上去 但是我不希望今天只是 曾偉珍今天 今天就不知道 為什麼他要認為七天假是不公不義 我真的不知道 七天假既然本來就是勞工所有的 而縮點公司 既然是世界居事 而台灣勞工 高工時 低工資的問題 那為什麼七天假不公不義 這個大家就可以試 這七天假 再來 一粒一休兩例假 七天假在裡面 我是最先又先前提 那一粒一休兩例假 其實是後面的事情 那一粒一休兩例假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有點複雜 兩例假 先要講例假是什麼 大家知道例假是什麼 你舉手 例假 來 我們請記者 雖然離遲了 但你不管遲 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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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你不能動他的 你一定要讓他可以休 然後 七休一 在勞基法第36條裡面 工作滿七天 你不需要休一天 除非是有天災事變的不可抗力之因素 你才能夠叫員工去上班 而且你要跟主管機關報備 而且你叫他上班之後 你要給他一天的工資之外 你還要再補天一天的假日 所以叫做我們一般叫做家一補禮 所以立假是非常強烈的 要求要中斷勞動的 不是說你今天可以累積一個禮一個月 然後讓你休個四天立假 不是 你是工作滿七天 一定要中斷勞動 讓你能夠充分休息 這是立假的概念 那 另外一個叫做休假日 來請問大家知道休假日的主持 休假日是可以被挪移的 那 但是你一樣還是要給他加班 對 在勞基法裡面 基本上過去只有 是所謂的立假和休假日的概念 休假日是什麼 國定假日就是休假日 所以剛剛不是講 七天假可以農到禮拜六 去讓禮拜六來修嗎 或是說你可以去上班 你也不農到禮拜六 讓老闆要給你加個通知 這個就是所謂的休假日 你可以挪移 你可以進入勞資協議 所以我說我要上班 我要加班 資方也讓我願意來加班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換成工資 或是我可以 我928不要休 我把它挪移到禮拜六 這叫休假日 國定假日是個限職 特休假也是這個限職 特休假大家知道嗎 你每工作 你工作也只滿一年 你一年 大概就要七天假期跳 但基本上大家修得到嗎 有修到的舉手 特休假 非常好 真的 酷 但至少一次 全單位 來 讓大家羨慕我 電子公司 電子公司還算是比較好 來 有沒有一般小企業有修到七天假的舉手 那個 那個特休假的舉手 有嗎 特休假 有了 一般來講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修不到特休假 這有點扯理 但是我稍微講一下 特休假 照理說 資方給我們修 對不對 但特休假很麻煩 你必須要自己提起特休假 誰說特休假在哪一天嗎 沒有啊 你當然可以自願調配 但是當你要 離開肉圍 跟主板說 欸老闆我想要修個特休 你覺得你壓力大了 很多 你老闆主板說 哇啊你事情啊 休假 這樣 那你會覺得他就這樣講 他也沒有罵你喔 他就這樣 你就壓力很大 手在抖 他說啊完了 我是不是讓他可以離單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實在那場 而且重點是 即便你極力爭取了 老闆不讓你修 勞動部的函視解釋說 你今天 到最後你特休假沒修 資方也不用補錢給你 原因是因為 勞動部解釋說 是因為你有假自己不修 但是 問題來的嘛 到底是誰有假不修 好這就叫特休假 特休假 沒有叫做休假日 所以你知道兩概念 這個叫做低假日 不能挪一 加一補一 另外一個概念叫做休假日 是可以挪一 是可以挪一的 是如果上班要加一倍工資 OK 現在的問題來了 我們本來做休假日 我們本來做休假日很簡單 這本兩例講 什麼兩例講 中斷工作 我們應該讓所有工人 所有勞動者 他在工作滿補天的時候 中斷勞動進入休息 那當然這時候 但我們薪資是不能動的 也就是平均來講 我們每一個工作的時間 所獲得的勞動部 是提升的 剛剛懂我講的 什麼意思嗎 OK 是這個意義下邊的東西 但是現在 他不要兩例講 他現在跟你講 一例一休 而這個休 不是休假日 休是什麼 休息日 誰可以跟我講休息日是什麼 休息日是什麼 休息日不是日 大家懂得 大家聽不懂嗎 休息日 是過去 在巴士公時之下 我們不是有一些零碎公時嗎 我們只有七休一追 我們就想像 工作第七天 簡單講叫禮拜天 禮拜天休假 那叫做立假 禮拜天立假 禮拜六 我巴士公時 那我做完巴士公時 我不是其他時間 我不用上班嗎 那那個公時 比如說 我有一個禮拜六 是不用上班 有一個禮拜六 是要上四個小時班 那我那一個禮拜六 是完全不用上班的 那個那一天叫做什麼 假日 然後基本上沒有講 他既沒有說叫做 立假日 也沒有說叫休假日 所以 勞動部過去 自己的解釋 那個叫做休息日 那現在做什麼事情 是要把所謂的休息日 明文化 進到勞基板裡面 休息日 為什麼講 不是日 它基本上是一個 加班公時的概念 照理說 你應該要休息 但是你如果去上班的話 老闆也可以加班費 所以你看到喔 一開始勞動部最早提出來的版本 是 它不是什麼 每滿四小時 不滿四小時 以四小時寄 不滿八小時 以八小時 它應該沒有 你每多工作一小時 給你 加一倍金 大家吃個忙 大家一定不記得 反正有點複雜 就是你如果 休息日的狀況下面 你禮拜六要休息日 你如果去上班 不是以日來寄 而是以小時來寄 你上班幾小時 給你多少錢 這東西 我們一開始它出來的時候 你幹翻它 你今天要週休二日 但後來反而變成是一個 加班費的計算 你只是後來 變成讓大家去加班 而且所謂的 讓大家去加班喔 勞動部份來講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保留 讓勞工去加班的權利 但我們要問一件事情 加班是你可以決定的 還是老闆可以決定的 我今天想要加班 就跟老闆說 老闆我今天想加班 你給我加班費 通常不是這樣 通常是老闆要你加班 你才可以加班 通常是 你今天工作沒做完 那是你的責任 我不會讓你加班 你自己想辦法去發出什麼 這才是符合資方的利益 所以加班這件事情 不見得是反應勞工的權益 而是反應的是 資方要你去加班的權益 所以才跳出來 都是資方跳出來的反對 資方要求要能夠去真的進行加班 所以休息日是一個允許你加班 而且以工時來算 所以這會發現一個問題了 如果真的這樣下去的話 請問工時能夠縮減嗎 不見得可以縮減嗎 因為禮拜六 這個工作第六天的部分 其實資方是可以磨移 讓你來去加班 是可以叫你來加班的 即便他可以加班費 那他有沒有用意這樣做 其實是有用意的 這稍微說明一下 我如果一般在平日加班 請問加班費怎麼算 1.33 1.66 對不對 那我現在到禮拜六 這個休息日去加班 請問怎麼算 加班費怎麼算 依照現在他們的版本 一樣是1.33 1.66 OK 加1.33 加1.66 所以一樣的薪資喔 但是如果你是老闆 你會讓你的員工 在禮拜一到禮拜五來加班 還加班到禮拜六來加班 為什麼 精神比較好 可能精神比較好 工作效率是一個好 時間比較長 時間比較長 如果我平常加班 可能是六點到九點 但是如果我禮拜六上班的話 我可能可以從十點 到下午五點 是這個意思嗎 誤會有道理 但是他對於資方來講 他每一個老闆 回到每一個老闆身上 都是加班上限 叫做46小時 每個月 你只能加班 工作的時間到46小時 所以資方一直想把它演唱 他希望到80小時 100小時 他說這樣子你會加班 大家身體會比較健康 你如果在家踩在那邊 真的啊 別打電腦 眼睛都壞掉了 你還不去加班 但是他這樣講 工總能講 我們不太相信 對 但是他這樣講 那46小時沒有破的 所以確實他對 所以剛剛講的也有道理 有道理用在哪邊 縮減工時的真正政策意涵 在資本主義發展部分當中 縮減工時必定一定要配搭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叫做擴張能力護用 所以他為什麼一定要變成休息日 他寧願叫你禮拜一到禮拜五不要加班 叫你禮拜六加班 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縮減他的能力擴張 大家懂意思嗎 因為你 好 再講一遍 因為禮拜一到禮拜五去加班 但禮拜六是沒有人做的 所以他這樣禮拜一到禮拜五 你的工作做完再走啊 你沒做完是你這樣的事情 我不讓你加班啊 那我叫你禮拜六來加班 這時候我禮拜六就不用再多雇用 雇用一個人 所以利益休在經濟發展裡面 是一個非常 剛剛都有大家講的就是 勞工懸易和經濟發展 在越來越技術 越來越進步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那麼多勞工力 或是每個單位的老闆都是非常的高 那這時候你會配搭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GDP你的經濟成長不會這麼快 所以到最後你要發展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縮減工時才能夠擴大不用 不然你的就業程度是沒有辦法提升的 所以縮減工時和擴大不用是配合在一起的 一利益休就是為了要破除之方 必須得要擴大能力不用的這些事情 大家這個大家可以解釋 這是一個大鬥爭 工時是一個大鬥爭 工時就是一個剩餘價值的場合 我同樣幫你一個月給我薪資三萬塊錢 我幫你做四十個小時 我幫你做八十個小時 都是給我三萬塊錢 但是我從八四公尺跟四十公尺的時候 我就是要把原來屬於我的剩餘價值把它搶過來 這就是勞子之間的非常重要的勾搭 那所以真的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把工時縮減 但是要求把薪資提高 是至少維持或提高 然後也讓資方多大不用 這就是一利益休館兩利之下最大的狂鬥爭 但是我必須要講 很多工人不見得完全支持兩利價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沒有辦法加班 而這件事情是真實的 那個真實反應在哪裡 因為大家底薪太低了 大家必須要得用透過加班的方式 然後來獲取薪資 但是真正未來的發展方向來講 應該是讓大家整個薪資提高 不需要透過加班 他也可以有足夠讓他過活的薪水 這就是七天價和一利一休 所以一利休要兩利下是非常複雜的問題 但是勞務部也好 時間員也好 他刻意要用這種東西 來讓大家非常困難 但實際上他真正對資方有最大的利益 最簡單的就是砍掉七天價 七天價一砍掉 六百三十一就進到我們資方口袋 就從我們的口袋進到資方口袋 所以為什麼對公斗來講 高教會來講 我們就不斷不斷地來講七天價 因為這才是最刺濡的問題 先講到這邊 就是有點複雜的問題 謝謝 好 我們掌聲謝謝大家一起來 好 那 待會就是 陳佳良老師會用PPT 然後再去解釋一下其中 可能比較複雜的地方 他現在是高教工會的秘書長 然後很關注就是 全台灣高等教育的勞動問題 還有高等教育的問題 那我們放開秘書 謝謝大家 其實剛剛 其實剛剛齊鴻講的這個七天價的那個來源應該講得蠻清楚喔 雖然中間到一粒一休休息日的那個概念的時候 我看大家有點已經接一張這個了 這樣 那沒關係 就是慢慢來高等 好 我們直接跳第三張好了 那你看 其實喔 其實喔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勞方跟資方 在想像這個工作上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於我們勞工而言最好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我想做就做嘛 不想做就不要做 那對資方而言他最希望是什麼 我想要你做就叫你做 不想要你做就不要你做 我想要誰來做就叫誰來做 對不對 這就是彈性化的概念 所以我們說就資方而言 我們稱之為勞動彈性化 對資方而言 他有三個層次的彈性化 對他而已有彈性的狀況 大家想一想啊 你今天如果開一家咖啡店當老闆 然後你怎麼對待 想要節省你最高的成本 你就會想到這三種彈性的狀況 第一種彈性的狀況是透過時間的彈性 對他有時間公尺的這件事情 只要能夠讓他有最高的操作的空間 他是最好的對不對 譬如說臨時工 臨時工就是我今天去叫幾個人來 我今天工作量比較大 我就叫多一點人來 但是這多一點人就只有今天來 明天就不要來 因為工作量不大 就是對於臨時工的這種概念 包括短期的季節的約聘的 兼職或供職的乃至於無薪價 都是在時間上讓脂肪有很大的彈性 所以操作 無薪價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就是說今天沒有訂單 工廠沒有訂單了 那怎麼樣 就今天不要來 但是不會給你薪水喔 叫無薪價 這個概念 另外就是身分上的彈性 透過身分的操作 讓他的成本變得更低 譬如說你是學生工 像我學生的時候在打工 老闆都會說你學生啊 你是學生嘛 所以你的錢會比較少 這樣 身分上還有女性 譬如說勞動部的統計是這樣 男性跟女性基本 一出社會就差兩千塊 大學畢業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道理 完全沒有道理對不對 因為女性大學畢業生跟男性大學畢業生 出去為什麼 在起薪商會有兩千塊的差距 完全沒有道理 除這些是性別而已 好 所以在身分上 他可以用這個身分的差別 來製造 對他而言非常有利的彈性 大家要這個意思 最後一種是組織上的彈性 譬如說你不是我的正職人員 你永遠都是約聘 你做一樣的事情 跟正職做一樣的事情 你一樣做了二十年 你還是約聘 你還是每年一聘 所以你永遠不會有正職勞工所有的保障 比你們做的事情都一樣 你們進入市場一定會看到這種事情 尤其如果你們是在政府機關工作的話 大量的約聘戶 是不是這樣 那另外就是包括委外 剛剛有人講到說他是外包的一個case 這一種 你可能做的事情是一樣 但是因為你是 不是在我組織裡面的人 我就可以壓低那個價錢 派遣這三種不一樣的彈性化 那我們今天的公史的議題 就是第一個時間的彈性化力 資商永遠會想出各種不同的彈性 來搞理就對了 那這個彈性 不要大家聽到彈性就覺得是好事 這個彈性是老闆的彈性 不是我們的彈性喔 大家了解吧 不是我們的彈性 好 所以時間彈性化我剛剛講的 譬如說定期契約 這樣 明明你做的事情是一樣 他說你是定期 對吧 用時間的彈性 那約聘的兼子公史 無心價 或是時間的彈性化 最後就是今天我們要主要講的公史的彈性 就是把正常公史進行某一種的移動 像剛剛講的那個 投入價值的移動也好 或是我們其實現在在法律上 有雙週可以移動的變形公史 四週可以移動的變形公史 八週可以移動的變形公史 大家聽到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明明你一個禮拜的公時是40小時 但經過一些特定的行業 海水管理機關指定的等等之類的 你雙週可以一起來變形 雙週就變成80小時對不對 一週40小時 雙週80小時 在這80小時裡面 可以去移動你的正常公史 一天不一定只有8小時 大家了解嗎 那有雙週變形 四週變形 八週變形 現在就有 現在就有 另外就是休息日跟假日的這種方式 把你的假日砍掉 為什麼要把你砍掉呢 那這個老闆 擁有更多 可以移動你工作時間的彈性 不然假日一直在那裡 他很麻煩對不對 現在昨天 勞動部才說要把 現在7天 要休息一天的立假 也放寬 不一定要 這個所有的行業都一定要 工作六天就要休一天了 現在他說 有一些特定的行業呢 他可以 第一個禮拜是休第一天 第二個禮拜 休最後一天 所以換句話說 可以連續工作12天 所以連七休一都保不住了 不要講說重休二日了 昨天勞動部才剛公布的 他要透過行政命令的解釋 對母法勞起法的一個解釋方式 讓我們七休一都保不住欸 很恐怖對不對 很恐怖對不對 所以他前面講的說 我們這次要砍掉七天國立假日 是因為我們雙週八十小時 要駕成單週十小時 是為了降工時這件事情 完全是假的 因為他連單週的七休一都保不住了 更何況 接下來他所宣稱的要做休二日 這個完全是騙人 另外透過錢的方式 也可以讓我們移動 更方便的去移動 對不對 加班被壓低啊 那就可以更方便資料去移動 是不是 讓我們來上班 好 所以透過情侶方式 那另外跟組織生分台精華有關 譬如說學生 學生在校內工作 經常會變成是老師的什麼 小助理 小秘書 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雖然你們 這個表面上是稱他為老師 但如果你是做老師的助理 你就會叫他叫老闆 是不是這樣 那老闆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經常會叫你 額外做一些他私人的事務 這個是沒有時間性的 根據我們調查 大概有三成多的這個比例的學生 當老師的助理 他會處理這個老師的私人事務 所以會幫他女兒買便當啊 幫他去繳帳單啊 幫他去遛狗啦 幫他買機票啊 幫他繳帳單啊 又有個老師跟我說 你們現在在爭取學生兼任助理 這是學生助理的權益 那我電腦壞掉怎麼辦 早餐婚啊怎麼辦 會開玩笑嗎 有餐婚啊 會打電話嗎 但是你知道就是 老師已經很習慣的狀況對不對 電腦壞了找教助理啊 早餐婚嘛 那這個並不是助理的工作啊 是吧 但是因為習慣性的 把學生的工作時間不當一回事 所以他們所有的時間都是 他只要是你當他的助理 當一個老師的助理 你所有的時間都是他的時間 都是他要求你要工作 大家要有這個意思吧 所以因為你身份上的某一種特殊性 你會變成24小時都是他的工作 送顧他 雖然即便上你的薪資或公私計算 不是如此 好 接下來一張 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在跟OECD的國家比較 我們是第三名 2013.5是2124的公尺 全年實際上公尺 2014年是2130.8 我們是第三名 那平均OECD多少 1771耶 我們多了多少 我的意思是要命 多了將近一個多月的公尺 大家了解這個意思吧 一天八小時的公尺出下來 我們多下接近一個多月 真是要命 所以為什麼降公尺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當然有資本家提出來說 我們跟新加坡 這麼大或香港比較 我們還是少的啦 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們的公尺 在全世界而言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高 在OECD裡面 你一比 事實上我們只有 這個算是贏 比墨西哥的格斯大很高 所以台灣的公尺 人家說 就是血汗勞動 血汗勞動 真的是血汗勞動 那下一章 那長公尺有大量的影響 體力一定是下降的 這沒有話講 對吧 過勞的疾病很多 所以我們都說過勞的是老 家庭生活跟工作失衡 你當然也沒辦法進修啦 尤其在媒體業的 是特別需要清修 對不對 特別需要清修 但是我們基本上就是沒有清修的可能性 你就是每天發三個幾十 你就發十 昨天是 昨天那個媒體公會成立 產業公會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公會 昨天不是成立 宣告要成立 就有在場的記者 就是說 他同時要在這邊寫稿 然後同時要看手機看另外一場的直播 然後同時要拍這邊的照片 然後發幾十 就是這樣 那 直線災害會變多 因為注意力會下降 大家有沒有一種狀況 我是不知道 我常有這種狀況 就是 事情很多 但是我一件都處理不了 有些事情很簡單 打個電話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我就是沒辦法處理 有沒有這種狀況 我常有 就是大概十件事情一來我就完蛋了 這就是 過老現象 跟老不老沒有關係喔 就是過老現象 你一次塞二十件事情來 你就開始過老了 就長時間的疲勞 你連最簡單的事情都沒辦法處理 就是這樣 直接塞害會發生 然後 我講最後一個 就是你人口出生命會下降 絕對是這樣的啦 我們台灣的這種公式 你叫大家生小孩生不出來的 真的是這樣 然後你出生一下這樣怎麼樣 社會保險會崩潔 我們現在的老老 為什麼會積極不夠 因為你人口少幾化之後 老年人越來越多啊 然後年輕人就沒有人生嘛 然後是搞我們教育會崩潔 我們已經快要崩潔了對不對 私下也不會要倒了吧 那 造成非常多的問題 你這個整個社會保險 世代之間的問題 年輕人越來越少 你要負擔越來越重 事實上是啊 你們才能把我這個基金 能夠繼續運作 在這種狀況裡面 社會保險會徹底分解 那其實它這整個 長工史 不是只有影響一個個別勞工 或是個別勞工的家庭 而是影響了整個社會的 所以其實長工史應該是國安問題 簡單說是國安問題 牽涉到太大了 但是我們不管是哪一檔 把這一件事 當做一個非常非常輕率的 非常輕率的 在這邊算那些莫名其妙的 一利一休啊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轉這些東西 其實完全不對的 完全不對的 好 下一段 好 我們再下一段 講最後就好了 勞記法的修法太複雜了 講下來大家會睡醒 謝謝 好 對方長工史的做法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 對不對 落實休假 只要是這個假日 不管是國定假日 特休假 還是曆假日 這樣 在這一種不同的 假日的概念裡面 工作都應該當作是一種例外 萬不得已的例外 比如對國定假日跟特休的可換錢 這種事情要強制規定 不準 就是不準 你才能夠落實假日 你要降低公時 只有一種做法 落實休假 如果你休假 法定的休假排很多 你都不落實是要做什麼 寫假的 你只有落實真正的休假 你的公時才會下降 這沒問題吧 這是數學問題 現在的勞動部次長叫郭伯文 我就跟他阿鼓這件事情 他說我數學不好 我叫郭伯好了 我叫數學 什麼 這是真的阿 我們不要那麼苦亂這些阿 這不是最簡單的數學問題 也不用太複雜 就落實休假就好 增加假日 國立假日當然不能砍阿 對不對 增加假日 而且還要增加勒 像日本在這個 要挑戰他們高工時的時候 增加了非常多的假日 增加非常多的假日出來 就這樣阿 很好阿 就增加加的什麼解都可以 國立假貨物款 增加特休假或是利價 然後最後限制加班 大家了解嗎 你只要讓勞工 這個資方要要求勞工加班的這個 時數限制受到限制 加班費再增倍 增加到他覺得用意不划算 還不如去聘一個人 還不如去聘一個人 那你就可以限制他加班的時數呢 只要限他加班的時數 我們增加假日 落實了休假 那工時就下降了嗎 這問題就解決了嗎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我們勞工部 想了一個非常複雜的方式 對不對 把這個七天國立假日砍掉 然後說我們雙週84小時 可以變成單週40小時 工時不會下降 而且可能還會增加 好 所以執政黨的做法 砍國立假日 休息時間中的加班費 還有去例子 這沒有駕工時的效果 事實上連工時還會增加 因為七天國立假日 每天成立八小時 就是五十六小時 責任制先不要管去 變形工時不要管 下一道 結論 目前修法方向不會產生駕工時的效果 很可能會增加工時 那駕工時很簡單 現在 落實休假 現在限制加班 配有責任制 責任制的意思就是 把工時所有的限制都取消 針對特定行業 把所有工時 甚至包括使用女工的限制都取消 只要我們要把這幾個事情弄好 工時就會加降 那最後要講一下 這個議題是unvoyant 還在操作 對不對 上個會期 立法院本來要通過勞動部的版本 對不對 後來在這個未還委員會裡面的招文 叫林淑芬 那天不在嘛 那天沒有主持婚姻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那天就沒有審查了 而且時代力量去佔領了主席台 對不對 所以那天並沒有審查這個案子 那民進黨也沒有強力通過 去動員他的委員去做這件事 所以後來在上個會期就沒有 但不在有這個案子就消失了對不對 現在選土重來 而且資方還加碼 勞動部還加碼 講了這個七休一的 這一個休息 這個假日 要可以變成是歉一 第一週休第一天 第二週休第二天的 可以連續12 公過12小時的這個裁量群 這樣連續公過12 所以他還加碼 所以照這個狀況來看 如果我們再不動員 大概又準備要完蛋了 所以這一次的會期是在9月13號 13號要開議了 那會有一些程序 比如說選出召集委員 然後排訂程序啊 議程啊 然後很快 又要再進入委員會裡面討論 這樣 所以這個攸關全台灣刀工的議題 在9月份 又是一場大戰 這大戰真的是很難打 很難打 所以今天既然大家都這麼的關心這個議題 也許你是剛好拼不知道有沒有 一拼去的話就讓我進來這樣 沒關係 但是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行動 可能會有這個比較大型的活動 遊行也好 或者什麼樣的活動 反正都要臉色那麼發達 看一看關心這個議題 那一天就來參加這個活動 或是告訴你 找更多人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議題而已 這牽涉到其實每一個議題 尤其現在年輕人 青年貧窮問題比較嚴重 這個活動加熱這個議題 限到所有人 特別年輕人可以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關心 然後能夠付諸行動 付諸行動 那行動很多種 在臉書上按讚 也是一種行動 雖然只有這個行動 點一下而已 但也不錯啊 就你能力所值 按個讚也是很難 那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大家一起來 來動人參與 中總開個學長 好 就這樣 好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 進行衛威的時間 然後碰開現場的觀眾 我們什麼問題來提問 好 我們一次先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一次回答 好 那邊一位 來 燕姐麻煩一下 各位先聽得了嗎 那個 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在 就是營運秀的議題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曾經跟一位咖啡店的老闆 有一個小辯論 他們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目前在 我們在這些工時 或者是工資上面的爭取的時候 對其實某些對自營 尤其是這樣是中小企業的 他們自己 會認為說對他們的衝擊有一點大 那當時我們其實有跟那 R&G的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其實問題主要 算一算 就主要都還是 有關於 比如說中小企業 他們在 比如說店面上面的 這種營運成本上面的問題 還有像是他們自己本身 也是有遇到就是說 比如說 因為如果他們是自己要找店 那公司上面對中小企業 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而事實上 我們根本就有很多藉從運動者 自己現在也是在做中小企業 那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不知道就是說 你們對於說 這個部分 到最後還是連結 又連結到有關於房屋居住 這一種東西的看法 因為畢竟他自己 他自己的問題 這些人講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還是一樣 遇到建築過高 或者是因為提案過高的問題 使得說他們根本沒辦法 好好的 在他們自己 他們其實想落實 他們有沒有辦法落實 就是 黃醬的功能 對 這要請問有什麼想法 謝謝 好 謝謝 我覺得那是中小企業 成本 營運成本太多 然後想要落實 也沒辦法落實 因為剛剛有問題要怎麼回答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聽眾 想要請問 好 一位 我想的請問是 剛剛很多來自資本家的聲音 都是說他們不希望這個 七天炸被爆的時候可以砍掉 或是他們並不支持 呃 努力價這樣子 那沒有資本家 或是有一次資方的聲音 它是支持說 欸 你們應該可以收努力價 或是支持說 你這七天炸應該會爆了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 脂肪的聲音 他們大概是怎樣的情形 會作戰表態這樣子 好 謝謝 對 有沒有資方表達 如果支持人的意料 來 問題 有成本 好 那還有其他聽眾 好 那請問一下 因為 大家在講過加班時間 增加的部分 46小時 但其他 台灣大部分公司都沒有 沒有管加大費這種事 比較好是有補修的情況 那我覺得 因為討論的時候 好像把加大費當作是一個 他們都會點中 他會被討論 其實是不是很虛擬的說話 那我請問一下 譬如加班會在這樣 第一球當中 你被強調這件事情 人家落實這個部分 因為我實際上人家落實這個部分 好 各位加班會 如果不落實可以怎麼做 好 那你們 要回答 好 錄氣齁 好 那個 中小企業 就是 他營運成本會比較高 就是 兩立架 他 現在兩立架比較難 兩立架 其實 兩立架一立一休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 兩立架是真正要教你修行 一立一休 也有可能修行到 而且上次後面 剛剛有朋友講 那些大費會不會有 不知道會不會有 因為你要老檢查其實是困難的 你要去把班表調出來看 然後你要去想說 那這天到底是休息日 還是一般工作日 因為他沒有說 禮拜六就非得是休息日 沒有說一定是哪一天 他只是說七天 裡面要一天 所以是否 比如說中小企業 如果真的被要求 要兩立架的時候 他確實會使 他不見得是叫做 他的能力怎麼提高 因為對於那個員工來講 那個人力怎麼還是一樣 比如說那個月是三萬塊錢 但是他三萬塊錢 但是他三萬塊錢變得是 他只是週一到週五 他不能週六上百 所以對那老闆來講 他變成要多平原力 也就是他一個月 可能要多增加三萬塊錢的支出 對於那個中小企業老闆來講 那這是多還是少 這我就不知道 這可能就要再看 但是至於七天假的話 這就可以算了 全台灣整個中小企業 部用人數非常多 平均下來 全台灣的中小企業 每一個 每一家中小企業 部用的人數大概是 我吃的沒有錯的話 大概是 四到六個人之間吧 那你換算一下 假使每一個人七天假 你就叫他上班好了 但是你要給他七千塊的 加班費對不對 一天一千塊 七天七千塊 六個人七千塊 請問是多少錢 四萬塊 我們不算錯 我算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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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二嘛 四萬二嘛對不對 七千塊一個人一年嘛 然後那六個人是四萬二 是一年多增加 就是他一年 給他一年四萬多塊的錢 我有沒有算錯 我應該沒有算錯 怎麼這麼低啊 我之前好像算不這麼低 但是就差不多這麼低 四萬多塊 那對於中小企業來講 他因為七天假 而多增加了一個 不要多增加 他本來就應該要付的 因為周秋惠是唯一效果 就是七天假 這樣講 初點公司唯一效果的七天假 四萬塊一年 對於中小企業來講 他到底負擔是多還是少 我認為應該不太多 對於一個雇用六個人的企業來講 因為你隨便進一個貨 我真的覺得市場快真的很少 你一個老闆 你真的吃頓飯 你可能就要兩千了 你再買個包 你比老婆買個包 可能就一萬了 你再修個車 可能就好幾萬了 那不是說中小企業老闆 都非常有錢 但是 但是在中小企業裡面 工作的員工 其實他相對來講 相對比老闆來講 可能他是生活更 更不見得太大 這是中小企業的負擔 那我覺得大家就進到數字來算的話 我認為 不見得 不對中小企業一定會產生某種負擔 但是他的負擔是他無法承受的嗎 這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我是認為 以數字算起來 以企業價來看的話 我認為負擔其實有限 第二個 這個資方是不是有支持的聲音 只是 我只是沒有什麼聽到 對 那可能因為一般 我是跟工人在一起去做 對 但是我們 欸 或是換句話講 換另外的角度來想 台灣的經濟 蔡英文剛才講的說 台灣要有一個新經濟模式 那新經濟模式它要開展的話 它如果還是必須要用高公尺來換經濟成長 用高公尺來換 換薪資的話 那我相信這不是什麼機器 那如果這些廠商真的都想著 我們要有一個更好的經濟想像 我們要跳通原來的代工模式的話 那他們其實是應該要來支持說點東西的事情 但是他們沒有跳出來 所以可能反應是他們還是 停留在降低的力量 以平國鋒、許勝雄他們就是這樣的力量 那至於有沒有企業的老闆的支持 可能又有 但是我們也會提到 那另外就是說加班費有嗎 其實交換費真的不這個人 46小時老闆 可能是要在比較大規模的企業 其實小規模企業你也不可能去老闆 也很難去老闆 然後而且重點是 大家也知道 你知道打卡可以打兩種 然後誰叫你上班一定要打卡 上班可以不打卡 就卡就是 你到時間到了把它收回來 然後幫你代打 也可以啊 對不對 帳也可以做內外帳 卡也可以內外卡 所以 加班費是不是都有 其實是 不見得的 而且普遍來講加班費不太有 像我以前工作 我在 回來搞工業之前 然後我第二個工作 就是一樣啊 其實話想想自己都是公賊 就是說 你真的 真的老闆沒有這樣加班 老闆哪有加班 他都跟你講 早點回去休息啊 然後6點可以工作 然後叫你早點回家休息 那我要早點回家休息 那我要早點回家休息 他們也找到報告 然後他也會 比如說排禮拜一 早上周回報告 那你禮拜一早上周回報告 意味了什麼 意味了六是自己準備 那你就想說 那怎麼辦 那時候禮拜六來上班 那禮拜六一個人來上班 就習慣了 這個人禮拜六來上班 那怎麼辦 接著另外一個人禮拜六來上班 那如果禮拜六不上班 因為有家庭要顧的話 他就每天隨時的時間 所以他三點 半夜三點把報告寄出來 那有人三點把報告寄出來 這時候就會有人四點把報告寄出來 真的是這個樣子 真的不糊成 那你說有沒有加班費 誰說叫你加班 你自己自願 所以台灣一般來講 都是出現這樣的狀態 那 是否可以了解 我想是怎麼解決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斷講說 以利益休 如果真的要談 讓大家休息的話 為什麼一直在想要利益休息 因為講利益休息是簡單的 七天裡面就要不要休息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薪資不夠的話 應該回頭到來談薪資的位 要求資方給更高的薪資 而不是要我們用加班人的話 但是如果變以利益休的話 其實他就變成是 那個工時的調動也好 他怎麼計算加班費 然後哪一天是休息 哪一天是工作日 這真的很難 很難進行計算 那他後面給加班費 也不見得為給加班費 那到最後就增加 他剛才這樣講的就是 增加了資方來調顧你的彈性 讓你禮拜六給上班 他不用新增加部的能力 他也不見得會增加他的過程 那賠償的就是大家會健康 賠償的就是 之前才因為成功的 所以你都是正常 就成功的這樣子 大概兩百 那 那 剛剛問那個中小企業 經營成本會不會增加 會啊 一定會增加的 就是要增加 就是要增加 就是我們就是 這個目標就是如此 目標就是要降工時 這樣 好啦 增加成本 同時意味著 聘用更多的人 對不對 我說聘用更多的人 同時增加成本 是同一件事 聘用更多的人 會降低我們的失業率 就是這樣 那降低失業率的意思就是 有更多人 口袋裡面有錢 他現在有工作了嗎 他可以拿這些錢 來購買消費品 是這樣 那 同時這個經濟的 循環就會再度進行 大家了解 失業同時 異味著身材獲勝 大家知道 因為失業就是口袋沒錢 雖然你有需求 你心理上有需求 對不對 但是呢 在經濟學上 這叫不效需求 因為你口袋沒錢 那經濟學就是這樣 就無效需求 無效需求 就是生產過程 會造成生產過程 所以我們的經濟危機 會發生 所以充分就業相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長期 ROM TEN來說 不見得對於這個國家的經濟 沒有好處 大家了解 而且增加休假 同時是刺激消費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當然會增加 會增加中老企業的成本 基本上中老企業 到企業成本都會增加 所有成本都會增加 就是如此 但我們會有更正常 更健康的社會 好 沒有聽過支持 兩個立架的資方 這邊講的 也有沒聽過 真的沒聽過 好 好 46小時 現在的加班上限 有資加費是沒有給過嗎 有些會有啦 但是很多部分就不懂 基隆剛講的 你自己也不會去包加班 即便在我們大學都這樣對不對 西班祕書有時候為了感平靜 有沒有 或是你們剛開學的時候選課啊 哇那麼亂七八糟 哇那麼那麼八點才回家 很多啊 我早上早點來 或是在家裡做啊 不是你真的做不完的 系主任所長發個賣 或是幹嘛 他也得工作啊 是不是這樣 我有個朋友做交換機的 就是大樓裡面 他是交換機嘛 電話可以 發播分機的那個 每次出去吃飯 晚上八點 那電話就一直響 我說誰打 你接一下 我說不能接 我是誰啊 是仇家嗎 還是怎樣 是不是在外面跟人家有什麼仇啊 都沒有 這老闆 我說你不是下班了嗎 對啊 下班還是打來 那你把電話關掉 我說不能關掉 為什麼不能關掉 關掉老闆知道你躲他嘛 對不對 你打來 沒接可能是你剛好有事在哪 打什麼沒接 我可能睡著啊 那有沒有加班 當然沒有啊 當然沒有 所以 這個事情是這樣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講一下 剛剛目前講的責任制 責任制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一般說 我們的工作時間 我們的工作是依照你的工時 來寄新的對不對 來給新的 那責任制這個概念 就是跳過時間的概念 責任制是沒有時間的概念 就是你的責任 的意思 你今天負責把這件事做好 你花多少小時 我不care 反正你就是把它做好就對了 我什麼時候要 兩天之後要 這48小時就要搞定 是責任制 跳脫公時的規範 我們法律上給一些特殊的行業 他們認為特定的行業可以擁有責任制 那就沒有公時管制了 好 你實際去查勞起法824條 有關於這些可以跳脫所有公時管制的行業 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喔 但是因為它有勞起法裡面 法律上有這樣的一個缺口 所有的企業都會跟他自己的員工說 你這是責任制喔 即便他沒有經過真正法律程序變成是責任制 因為他經過一些法律程序喔 勞動部要指定喔 即便沒有經過這個法律程序 你老闆還是會跟你說 這是你應該做的 你把它做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加班這件事算什麼呢 這不是公時管制嘛 這你的事情你怎麼不做 你就回家 這比是你的工作 你怎麼沒有做完就回家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是無限制的 因為有一個法律上的後門 叫責任制 大四條之一 勞進法 所以使得所有的企業都會用這個概念 去要求我們的員工 那員工不敢去反抗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的加班之所以 沒有加班費的居多 然後這個 也沒有人反抗 那就這好像是我的工作 我應該把它做 即便我回家還要弄弄弄弄什麼之類的 這就是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們加班 公時那麼長的原因 即便這些人 不應該要做這麼長的事情 即便他做這麼長的事情 應該有加班費 而事實上還是領不到的 法治上的個別 這樣 所以要廢八二十條其實也是很重要 把責任制這個廢掉 就可以避開這樣 就可以減緩這樣一個 這個效果 大概要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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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跟正希 你講 我來補通一下 那個 我來補通一下 就是加班費 那麼快 只是 我在採訪的過程中 我在找那三個年輕人之前 其實 我是直接發動態 大概會問說 欸有沒有人就是 你們工作 工作 你自己上加班 然後沒有加班費 或者沒有放過過渡假日 結果我發了動態之後 大概有 超過十個人 我 我兩年前大學畢業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那新有氣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大部分都是 在做媒體的 拍電影的 然後做廣告的 要不然做業務的 每個都是 過勞的族群 然後就是 當我一個一個去蜜他們說 欸 所以你願意上鏡頭嗎 你願意在鏡頭前去罵公司嗎 然後每個都爽 應該是比較好 只是發生了 我剛才提到那些 然後一個 錄影 一個導遊 他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 他叫我不要拍到他們公司的帳篷 或什麼公司的遊覽車 然後可是 當我跟他好不容易約好某一天 我去採訪他的時候 他就常常跟我說 欸 拍誰這種公司 叫我改時間 叫我去代電賣團 然後他叫我晚上 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開始準備東西 然後跟人家房子那裡帶出來了 就當我在採訪 我過程中 這三個人已經是我 就好不容易 就一直 一直盧 一直盧 說明快讓他們說好啦 可是在這之前我已經問過了很多不同職業的人 他們 是因為 他們有怒不敢演 然後不敢讓我們拍 所以我才沒有辦法去採訪他們 就剛才可能 阿亮老師或其他人他們講到的是 當老闆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敢子去跟他第一次說 我要修特修 或者說我直接不想要加班 不是 因為大家都是被壓過影片 所以其實 當你有這個空間可以去伸出 或是上鏡頭的時候 很多人還是不敢跨過這道行 因為大家會怕說 如果我今天做什麼事 就算這個 就算這個影片 大家可能只會在那種同溫層 非常凝聚的影響上去摸 他們還是會怕說 會不會哪一天 因為我的老闆或我的同事 真的看到一些東西 那只要做了 就能做了 那其中也問女生 就很好奇 他會怎麼樣躺得太好嗎 因為他說他躺比較舒服 只是他說他覺得這樣比較自在 因為他很怕 我在台詞台詞的時候 問了很太深的東西 他會害怕 會很緊張 很不敢講 所以他也希望說他可以躺這樣 因為他是比較可以悠閒的去抱怨他的老闆 然後說他以前 我猜我猜他有個原因 是因為他經歷過兩份任職工作 第一份是在生技業 他有提到說 他大學畢業 然後國立大學某某生科系 然後起薪28K 然後28K你早上 早上9點下班 熱點下班 可能熱點下班之後 你工作沒做完 你還是要繼續待在辦公室 你運沒做完沒老 你就會罵你 然後只是他說他很喜歡現在賣衣服 那樣的工作 可是因為 因為那個老闆不管他 然後他乖乖的賣衣服 然後把一天的營業額做完就行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合理 可是他還是會遇到一些 通勤距離 因為 那個女生他家住基隆 然後他在工作的地方 在台北 就是 中山站南附近 所以他搭客運 來回大概兩個小時 他才有辦法這樣子去上班 所以就算老闆已經給他一些 你自個的空間 他也是因為 他的可能 居住的需求 或是 交通的需求 去導致他 一些通勤的時間 或者 下班之後 收保管LINE的時間 變成那種無形的 保障成本 就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潛藏在我們 的法律背後 或者潛藏在我們 平方的那種 意識背後 如果我們沒有 內生去想像 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們就不會去發電話 好 那我們進行第二輪的提問 還有沒有 觀眾還有提問 好 彥杰 還有後面 各位健身 彥杰先問好了 就是 呃那個 因為 我就想到我爸爸 最近我在幫 勞動部 就 我爸爸有 最近我在幫 勞動部做那個計畫 那 呃 就是因為我爸 本來就是很資方的人 可是 像 嗯 對 然後像我爸爸 他 就算是很資方的人 他還有講到說 其實他們還是覺得 基本工資 他好像是說基本工資 那一塊 他還是覺得說 基本工資 也好 或者是說 在勞工代入上面 都是很低的 所以他說他在報告上面 會 試著說 我們不能再賣基本工資 這樣拿出建議 可是 我就有問他說 就算基本工資增加了 還是不一定會達到基本工資 因為像 很多中南部 他們 我爸那個 是有做問卷吧 那中南部很多 我有偷看我爸他們收回來的 問卷樣本 十七十八吧 十七十八 是在傳統的那種加工廠 對 大概做螺絲的那種加工廠 那我就 其實想到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能夠 用加強勞動檢查的方式 來讓基本工資獲得十支的保障 可是我們會不會 又會遇到一些問題 像是說 我們一些資方 或者是說 一些可能勞動檢查的 積核人員 他們可能在某些知識上面 是有缺乏的 所以他可能不理解 他可能不理解說 這門工作是安全 或者是能否保障 或者是說 是否會造成勞工很大的傷害 對 那或者是說 就算真的完完全全落實的勞動檢查 那有沒有可能造成另外一個情況是說 勞動 勞動檢查員可能他們本身 因為像我講的 對內門產業的理解不足 或者是 不太了解 而造成說 沒有辦法把可能那個 行業 那個產業的真正勞動問題 給講得出來 因為我自己高中 我是讀機械類的 所以我大概也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嗯 機械很危險 可能動不動手指就斷掉之類的 那這方面 勞動檢查員有沒有因應各個產業不同而有所改變 我想問這個問題 謝謝 好 我們來問先生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剛剛 那個 魯吉隆他們講的那個 今天我有看到就是 一出葉就是其中一項 比如說 前休一然後 第 最後一天在休一 那我在想說 是不是 有去想過 或者延離這一方面的問題 說 不只是在勞工的角度上 就是公眾權利的角度上 例如說 不管是運輸業或者是醫護警銷 檢查官法官都一樣 我們都知道 那個酒駕 在駕駛要上車之前都要檢測 那疲勞駕駛跟酒駕駛的駕駛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同的 那 包括這些 就剛剛講的說 醫護警銷 包括法官檢查官這些 他如果也是疲勞的話 他的辦案品質 他的就醫權利 然後我們公眾在就醫權利 跟公眾在駕駛的那個 燈車啊 運輸業 這些行為權利上 他的保障到沒有去 是不是可以用 遠離相關的那個 辦法和規定去爭取說 不只是勞工的權利 而以公眾的使用權利 讓大眾的權利 這一方面去跟人 行政一條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嗯 一般勞工我知道的更多 了解他的權利在哪裡 他會去跟人戶主爭取 可是他就會變成一個很難搞的 但是在你很難搞的時候 就必須要跟戶主跟資方 去做一個對抗 那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去爭取說 讓這樣難搞的人 他有一個保障 可以長期的去對抗這些戶主跟資方 然後這樣子大家都變成很難搞的時候 相對有一些事情 就會比較好 以上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還有其中想要提問嗎 好 好 我希望說可以 那會不會像 像醫生那種 其實本身就是 對於病患的責任 並不能說 就是照時速算 然後那這樣 這整次的要怎麼 好 好 好 那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這個勞檢員 他的 就是想要通過勞檢去 就是 保證大家勞工權 那勞檢員的知識 到底能不能 理解一個產業 這方面 就是看幾位 有什麼辦法 第二個是說 在跟資方談判的過程中 很特別的勞工 比較困難 那 針對這方面 有什麼建議 或者是說 他剛才提到說 特地醫生在 植診機上面 然後他 針對那種 比較特殊的行業 會比較特別的行業 然後大家可以開場 好 那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勞檢的問題 那這一次 因為這個 七休一的 這次因為 七天假的正義 那 南部傳來一些消息 就是我知道 傳來一些消息 就是 所有的勞工主管機關 在做大規模的勞檢查 那主要都是針對加班 主要都是針對加班的問題 因為我們社會上 就是我們公會在批評說 這個 目前我們全台灣的共識 是事件第三 所以呢 勞動部為了要做 這個 把我們的共識下降 所以就去要求 盡量要求 企業不要加班 那現實上 去進行勞工點 當然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讓一些企業 他就可以 有人來檢查 這段時間最好不要加班 事實上會這樣子嗎 並沒有真的這樣發生 發生的狀況是什麼呢 是 就簽兩個 就是 不是簽兩個 應該是說實質上 他就叫勞工 該下班的時候 就去打卡 打完卡 再繼續工作 是這樣 然後呢 這一段的錢 他也不會透過 薪資轉帳的方式 給你 直接給你信心 就這樣 所以你的薪資上 也反映不出來 沒有加班 在薪資上 反映不出來 同時在 打卡上面 就是公史的紀錄上 因為我們 老金老公一定要做公史紀錄 保了多久 這樣 也反映不出來 所以我們現實上的 勞解 有沒有辦法去 破解 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最後兩個部分 一個他想不想破解 對不對 一個他明明知道 然後他不想破解 一個是 即便他知道 他可能也沒辦法破解 的問題 所以 了解他有他的局限性 不管是他在這個 在意願上 甚至在實務上 都有他的局限性 是第一個 那 真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內部工會的力量強大 才有辦法 或是工會的力量強大 才有辦法 這個解決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在裡面工作 你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吧 好 這是第四點 第三點 問到有關於勞務 個人對方的問題 再來講 那第二問題 是有關於運輸業 公眾的從公眾角度來理解 是的 這個 也是我們想要 往這個方向去論述的 因為它牽涉到公眾的安全 對不對 牽涉到公眾的安全 當然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它 那 這個過勞的駕駛 疲勞的駕駛 是 不僅是對它自己 對車上的乘客 以及對 旁邊附近的用路人 都是一個危險的因子 那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但是呢 我們的 這個 運輸業的企業主 不這樣理解 對不對 那我們的國家還幫他們 開了這個氣修衣 可以去奪移的一個後果 好 有關於勞工個人對抗是這樣 如果你是在大公司裡面 你很可能有這個企業公會 譬如說你公司比較大 那你可能會有企業公會 就有公會的保護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你是在小的公司裡面 才二十幾個人 對不對 那你可能沒有 在這個企業裡面 沒有公會的保護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想辦法尋求職業公會的保護 就這個職業本身的保護 譬如說你是做這個廚師的 你可以加入廚師的職業公會 台北市廚師的職業公會 你是做什麼 你這個職業本身可能有一個職業公會 或者是你參加這個行業本身的產業公會 因為如果你能夠在裡面公司裡面 組企業公會 而發生效果 保護了自己 也保護了這些 呃 就是說你會被領體遮遺留的這些個人 那當然很好 如果你公司很小 你沒有辦法 那你就去組 那時候參加職業公會 這樣 那或者是參加這個產業的產業公會 這樣有公會的保護 你就不會變成是單一的個人 大家了解嗎 當然啦 還是會有這樣的人 對不對 一開始總是會有這樣的人 那 就是要奮鬥啊 就是要努力啊 就是做這樣的人 以免將來 這個 你連想做這樣的人 機會都沒有 大家懂我意思嗎 以免將來 你連進入這個職場都做不到了 好 那 最後一個問題 是有關於醫生的工作室跟責任這個問題 責任是指涉的是 現在現行法院的責任 指涉的是 對於公司的不管事 然後全部變成你的責任 但不代表說 醫生對病人的責任這件事 不是兩個事情嗎 醫生對病人仍然有責任 但不代表醫生的公司 不需要被管治 一個疲倦的醫生 可能會對病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是不是這樣 我們依然要對他進行公司的管治 不要讓他變成是責任制 其實醫生還沒拿到牢記法 怎麼知道 好 那我問如何 那如果他拿到牢記法 又變成責任制 那就真的會很麻煩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疲勞的醫生 他們即便現在已經非常疲勞了 那加入牢記法 又沒有保護他們 那不要交換 對不對 那 好啦 有了公司 有了這個公司的保障 就是他不再是責任制 不受規範的 他仍然對病人還是有責任制 他病人太少了 他不是更好嗎 好 勞檢齁 很簡單 我認為勞檢沒辦法 再怎麼樣真的捍衛勞務全 第一個 勞檢也覺得他就是 比如說他就算他專業知識在夠 他人數也充足 但是 他都沒有辦法真正的去來 怎麼樣捍衛勞務全 就是因為他就不在勞務的現場 真正要能夠去主張自己準備 要能夠把勞權移植下來就靠自己 去勞檢 這樣 就算勞檢法像剛剛講的 你勞檢語言其實建基在勞檢法之上 勞檢法但是可能真的出了台北 就沒有勞檢法 真的啊 就算台北你也不見得有勞檢法 就像是剛阿亮講的就是 師邦他以為就任何方式去規避勞檢法 或是 讓你自己以為你不適用勞檢法都可能 或是發誓自己 責任職都可能 所以 真正要能夠拉起勞動條件 其實就是靠勞動之前 比如說我具體來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像 華捷 有一家公司在華航工服員進行罷工之前 有一家公司也是華航相關企業 叫做華捷洗衣 他是洗華航飛機上的毛毯 還有耳氣之類的 老闆怎麼樣 老闆他也不會違反耳氣法 他就是 筆薪避於基本工資 但是他讓你去加班 加上加班費之後 是高於基本工資的 那這樣算不算違法 不算違法 你筆薪雖然低於基本工資 但最後你實質你的薪資高於基本工資 他就不算違法 那照他們那種調薪方式 怎麼樣可以調到 比如說他們後來筆薪 因為他整個加起來可能才會掉 3萬塊錢 然後可能年次20幾個 那怎麼樣可以到合理的學準 3、4萬塊 不可能 因為20幾個沒有條件 那這時候你說要靠勞檢員也好 或是說你是要靠勞機法也好 突然是很困難 後來只能怎麼樣 只能進行罷工 罷工怎麼做 也靠工會 所以真正要能夠 讓勞工條件 因為基地提升的其實就是工會 就是抗爭 就是罷工 就是爭議行為 那所以勞檢員他真的可以 帶來什麼 他其實就是順法 就是依據勞機法 但是依據勞機法也很多的問題是 勞機法沒有辦法保障你們要調性 沒有勞機法有保障你們要調性的 勞機法也沒有辦法真的保障 在生產現場裡面固執各樣的標難 所以到最後都是靠機體協會 那第二個是說 以公眾權利的表度來看 其實剛才阿亮講的 就跟阿亮講的 但是現在反而是顛倒 現在他說運輸業之所以要打開 要有特例 為什麼 因為公眾利益 為什麼公眾利益 除夕當天 你怎麼返鄉過年 那你這樣大家怎麼返鄉過年 因為公眾利益 所以你必須要疲勞駕駛 疲勞駕駛到最後導致後來社會的臉 也是公眾利益 所以他其實是在轉換公眾利益的 這樣的一個詮釋 所以我們確實必須要把它搶給回來 那怎麼樣去維護大家 能夠返鄉過年的公眾利益 很簡單 多僱用人就好了 其實到最後這些休息日也好 就大家講公實問題 到最後都是僱用人 你沒有多僱用人 你就沒有真正縮減公實 你沒有辦法縮減公實 你就沒有辦法讓大家互比 就是根本問題 所以確實我們應該要反轉公眾權利益 這樣的問題 另外就是工人 比如說他怎麼樣變難搞 工人變難搞很簡單 組織工會 為什麼 他這樣才有保護債 當你在籌俗工會 我再舉個例子 又是華航罷工 華航罷工過程當中 有一家叫做修護工廠工會 叫做劉慧中 有幾個人 被資方解雇 解雇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怎麼樣 各種原因 就是毀方公司 或什麼類似 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 他們要組織一個機場的企業工會 然後勞動部後來有說他們不成立 但是我們現在 對 勞工局說他現在這個爭議 不管怎麼樣 他只要在籌組工會期間 而工會之後真的成立起來的話 或是在籌組期間 其實都可以鎮定為不當勞動行為 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當中 被資方打壓 也就是你很難搞 而且你在組織工會 而被資方打壓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可以進行裁決 去證明 資方是不當勞動行為 而在這段時間 你被資方解雇 任何之道不當解雇 非法解雇 非法解雇 如果之後贏了 贏了回來 所有解雇期間 不當解雇期間 所有的薪資要返還給你 而且要無條件的 讓你回到執行上面去 大家懂的意思 也就是說 你要有保護傘 就要組織工會 這是現階段在操控法裡面 大概比較唯一的 算比較清楚的保障 所以要難搞就要組織工會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至於醫師是不是責任制 就是如果不責任制的話 醫師根本沒有責任制的問題 別醫師因為他不納入勞擊法 他算是沒有任何公式的規管 那他是否應該納入勞擊法 而且是要公式限制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你就增加人力體 你在什麼樣的時間裡面 你需要有更多醫師 你就配置更多的醫生 那就用更多的薪資去換 更多的能力成分 然後去保障所有的病患 他其實是有他健康熟的 其實就這麼簡單 其實講回來很簡單 就是擴大不用 擴大不用 擴大不用 但是對於資方來講 可以聽到的就是 增加成分 增加成分 他所有講的東西都是假話 只有一句話真的 就是要提高他的理論 而那個理論 踩的就是我們的休息時間 那所以一切 如果你從那個角度來想 他講的東西 如果真的有道理的話 大家就不用過那麼苦 如果 對那所以 相信他的人就是 比如說你如果政府相信他 講這些東西 其實都要任何負責 那我這邊要補充一個是 剛剛講什麼一利一休啦 然後資方成分 資方到底可以負荷 跟你講鬥爭 就有可能負荷 比如說華航 當然空腹的霸工 後來就爭取到123天假 什麼叫123天假 就是 週休二日之外 7天假保留 每週 一年有52週 兩利假 叫做100多少天 104天假 然後我們 完整國定假日是 19天 19加104 就是123天 只要你強了公貴 就拿到123天假 基本上我看到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說 資方來講 其實他真的沒有要負責嗎 他一樣 每一個資方都跟你說他要落頭 沒有一個資方說 哇 你有調高基本公司 你沒有七天假 你有兩利假 我會公貴待在這邊繼續 下去他不會這樣講 他一定會是下去說 我就要逃跑了 還是第一次這樣講 但是他有沒有逃跑 其實你過去看過去 初點公司的歷史 你去看基本公司 調高的歷史 資方還是賺錢 所以大家 要錯誤他們謊言很簡單 看他們有沒有獲利 有獲利 他們持續到現在還有獲利 那代表說 我們還有很多油 可以給他們炸 那大家的問題就是 大家要不要把我們的休息 增回來 要不要把我們的工資 增回來 要怎麼增回來 主事公會 你要靠老檢員 你要靠一個 有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來救你 而且這還不是大有為喔 我們大有為政府 是有的 是幫資方的 就是幫你 所以你要有一個 願意大有為 來幫勞工的政府 透過非常強而有力的老檢員 進到過臺平常人間 去過臺平資方 講說 你他媽混帳 你他媽脫學勞工的血汗 你給我把錢吐出來 你要這樣子嗎 他那時候 不讓大家加班 不讓大家加班 沒有加班 請問辦法多少錢 兩萬 兩萬喔 很棒啊 老檢員後來 做了該做的事情 兩萬啊 兩萬是什麼意思啊 對 你願意他媽媽 我拿兩萬給過海 對 是這樣子啊 我幫他付給勞檢員 對 所以你說 靠勞檢員 然後後來你靠勞檢罰則 就算勞檢罰則提高 那要怎麼樣 我們後來講過一個 真的要讓勞檢有效益 很簡單啦 依照營收比例來法 1%的營收嘛 反正洪海沒辦法上照的營收嘛 你只要勞檢違規 就罰千億 這樣就痛了 那這樣才有可能 但問題是說 依照現在法律不可能 就算你在修法 也不可能 所以你要靠政府 你要靠勞基法 不如靠大家組織組合 鬥爭 你沒有鬥爭 就沒有權益 法律是大家 法律也是鬥出來的東西 你就算是有法律 也沒有鬥爭基礎 跟你講 老闆 他不守法 你又怎麼樣 他就甚至拿法律來幹 你又怎麼樣 就是他亂解的法律 你又怎麼樣 到最後大家比全都 比全都就是人多 所以為什麼一直想公會 公會公會 公會公會 然後至於 我怕待會沒時間講 好 我會沒時間講 好 我現在要不要 那個什麼 就是 剛剛一粒一修兩粒下 非常複雜 剛剛有一位朋友 提醒我說 那個 今天要準備一些 焦點事件的主要 來給大家分享 焦點事件 最一旦目垮 好 拜託大家 為了要讓這個 除了我們影像 可以透過這個 公庫 對不對 那我們那個 如果要有比較 圖表式的分析 我們交點資訊 謝謝大家 那為了講座 可以繼續 也是歡迎大家 可以捐款給正確 星期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 都在這邊結束 然後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要談 新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這個主題 他是 由組織和串聯 全台灣的高中生的戲劇社 然後每年會去做 新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新少年表演 跟展演 然後下個禮拜 7點半 折術聯盟 歡迎大家 再次過來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再來 前面講座 去推問他們問題 好 那今天在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